ESPN 停出了今年的未来全市榜,有市队继续蝉联榜首,未来全市榜市队球队未来三个赛季在球场上取得成功的预期,由数据专家凯伦佩尔顿和新街专家鲍比马赫斯为每支球队分五类打分。 其中球队现有阵容以及球员权利所占权中最高58.3%,管理层16.7%,仅限状8%,球队市场8.3%,选秀8.3%也是考量因素,有市队球员得分97.5分满分100,大同,管理层95.0,市场90分,并列第一军第一,他们在新资和选秀方面较差。 分别只有22.5分和30分,并列第25和第27位,最终勇士拿到84.6分。 作文第一,过去四年,勇士都在未来全市榜排名第一,凭借四年三冠的人气,勇士在市场方面和胡人平起平左。 他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先知、杜兰特、克雷·汤普森、德雷蒙的合名都将在未来两年内面临许约。 凯尔特仁以综合分79.2分排名第二,他们的球员评分85并列第三,管理层90分并列第二,全秀95.10,抗60并列第一榜,先知第27位,只得到20分。 凯尔特仁,2016年首轮被横扫后,第一次杀进未来全市榜第三,从此在未低出塞下。 火箭综合分75.2分排名第三,管理层90并列第二,球员87.5,第二,市场,65第7,薪资12月5日,第二十九,选秀32.5并列第二十四。 哈登即将进入超级合同,加上保罗的四年1.6亿,火箭的薪资情况接近垫底,但他们有MVP哈登,有达雷尔·莫雷和麦克·德安东尼,但即使如此,火箭可能要走下坡路。 火箭综合分75.9分排名第四,市场90并列第一,球员77.5第七,管理层57.5并列第十一,薪资67.5并列第八,选秀47.5并列第十三,火箭从上期第十一,热升至第四,76人综合分71.7分区至第五,他们的球员平分85并列第三,薪资67.9分。 第五并列第八,管理科目15并列第十五,市场45并列第十七,选秀42.5,第十八,六到三十位如图所示,多快逃到多诺万米切尔,军事的正式容坚固的当效和未来,鲁迪哥贝尔一月受伤复出后,军事打出过三十胜八负,相当于六十五胜的水平, ESPN的真实正负值预测,军事将大出联盟第三出色的战绩,米切尔未来三年总共拿走不到1200万,不过要创造顶心空间,就要牺牲贝沃斯和卢比奥,一直连续五年无缘季后赛的球队竟然排名这么高, 这是因为他们现有阵容未来可期,加里哈里斯去年十月签了一份性价比很高的四年七千四百万,约基奇和威尔巴顿也在金线许约,军今跌出,前五是因为他们送走2019年首轮签,管理层水平低于平均水转第十九,图品有误,如果军今再次无缘季后赛, 迈克尔马龙帅位不保,威尚和乔治至少要在雷霆再打四年,杰拉米格拉克回归,交易得到施罗德,雷霆的球员平坤高居第五,虽然他们将下赛季支出,从3.08亿,将至2.19亿,他们的薪资方面联盟垫底,预计200119-20和2020-21赛季也要交税,这是2012年来,马次在未来全市榜 最低排名,马次的预期战绩只是平均水平,德罗赛的2800万薪水也会独四空间,马次能排这么高,主要是因为管理层的水平,虽然马次进来的运作令人质疑,猛龙排名下跌五位,是因为莱昂纳的流队前景不明,以及尼克纳斯接手的是一支59升球队, 。